第二节剑银格言 张三丰这人说 人生在天地之间 成金墓水活土五行之秀 具有刚正之气 夫妻间的关系乃是沦常之道 但是如果超越了夫妻间一半 和其他任何人 发生了不正当的习淫行为 那便是阅历乱伦 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 要知道杀人的惨毒 仅被杀者一人生死 但是遗污了对方 却如同杀害了 对方数代的家族情侣 因此强奸或遗污他人的行为 是最受天地鬼神所震怒的 故而让犯淫者受惨烈的灾祸报应 并且太爷好色者 子孙必定夭折 后四也必定无法昌盛 青年男女必须知道 红粉家人转眼间变成了骷髅鬼火 越是美貌的人 越如同披这漂亮外皮的商人狼虎 更何况美色原本就如梦幻泡影一般 终究是空 所以每一个幼稚青年 都应该长存精进心 诚恳心 坚忍心 坚决地守住自己的节操 并且为天下苍生凿响 凡是看到诱人写隐的书刊图画 都需将它焚毁 以免害人 又凡是朋友之中有贪淫的 应该拒绝来往 以免自己受到引诱陷害 如果能这样坚守节操 不犯邪淫 并且把心理精神 用在正当的事业功名上 相信定能事业有成 功名得取 福报临门的 黄州寺说 最容易犯的罪业是银色 也唯有邪淫 最容易令人败得取获 世间的种种恶业相当多 而为什么万恶银为首呢 因为一念一动 其他许多恶念也随之而起 比如见到了美色 却没有凑合的因缘 便产生了幻想妄念的心 想勾引人家 却无计可施 便产生了计谋的心机 企图污染人家 却受到阻碍 便产生了嗔恨的心思 沉溺在狱情中 欲罢不能 便产生了贪恋着迷的痴心 羡慕别人所拥有的 便产生了嫉妒恶毒的心 想要夺人所爱 占为己有 便产生了杀害的心 由以上可知 许多种种的恶业 都是受到 淫念淫心的影响而产生 淫念一动 也导致了许多善悦善心 因而消失无踪 所以万恶淫为首 是一点都没错 世间常有忠厚的善人 却子孙不昌 也常有才是文人 却终身潦倒的 这些往往是因为 贪言好色而造成的报应 如今若要借淫 一定要先断淫心 因为淫心一起 纵然还没付诸行为 就已经够成了罪业 在太上的应片中也说 见他色美 起心思之 故知要戒除淫病 一定要棘手心念的清静 将淫心彻底截断 才能完全不受他的危害 凡是用手段逼迫 或以幼良家妇女史 堕入火坑的 死后一定受阴间御劳中 最惨的严刑报应 白氏投胎所 妓女受报 寡妇如能有守洁的真心 鬼神也都会尊敬她 如果不能持洁 私下与其他男人结婚共淫 将有极大的罪过 如果更又破坏他人的家庭 则罪恶更重 婢女庸人 都是因为家里贫穷 才做扑庸的 做主人的 应该联名体恤下人 如果不予连续 反而适强一事 加以强淫玷 将来也势必会受到家庭迫散 家道衰落 败身亡家的后果 凡是引诱佛门中的尼僧 败坏了尼僧 戒行清修的人 所受到的淫恶报应 将比一败淫报 还要严厉百倍以上 撕恋同性 假借做朋友的名义 勾引玷污了 男色同性的人 必然被大众 所轻贱脾气 并且 因为坏了人家的 轻德操守 也必然会受到 种种惨烈的灾祸报应 许多人自命风流 时常进出妓院 或色情场所 却不知色场中的女子 装出种种温柔 只是为了勾引男人 掉入陷阱的掉儿罢了 非常聪明的人 如果不谨慎避免 而步入该场所 一旦进入 也会受到迷惑 导致自己心智丧失 正也荒废 破家荡产 更何况 如果遇到了 伸染病毒的 娼妓妇女 自己必受感染 不但导致自己身体 痛苦难当 夭折早逝 也连累了子女衰弱 甚至断子绝四 更因此 而遭受亲友的 不知鄙视 及憎恨唾弃 为了银色 遭到那么多的灾害 实在是非常不值得的呀 因此 一定要避免 进入色情场所 一定要借助邪淫 世上有许多做长辈的 甚至做师长的 往往喜欢在后辈年轻子弟面前 说些邪淫的话 以此来开玩笑取乐 却不知道 这种笑话对年轻子弟伤害极大 年轻后被听了邪淫的玩笑 内心受到鼓动 欲念升起 逐渐形成贪淫好色的习性 导致染病夭折 造成终身的灾祸 便是受到了旁人或长辈 或师长朋友的鼓吹结果 所以 凡是喜欢谈说邪淫的话 以此来迷惑鼓动人的 死后都将躲入拔舌地狱受苦 看银书 有五种危害 第一防害了自己的正当事业 二 损耗了自己的身体精神 三 上乱了自己的前途心智 四 被朋友借去看 则为害了朋友 五 被子孙偷看 则强害了子孙 谈别人的仪式 有三种罪过 一 揭露别人的丑事 这是一罪 二 伤贬了自己的品德 这是二罪 三 卸污了天地神明 这是三罪 因此 任何人都硬绝口不谈别人的仪式 如果见到或听到有人在谈仪式 应该以因果报应来劝之 近代以来许多迷惑青年 男女的谐音书刊 杂志 图画 电影等 纷纷出拢 尤其是色情小说电影 将 谐音的行为 变成圆满的剧情 混乱了年轻人的品德操守 导致年轻一代 越来越不重视针操观念 此外 到处都贴满了色情银系的海报 流毒人心 莫此为甚 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居上位的全责主管人员 如果能对此留意 将诱惑人的色情小说 电影 书刊杂志 图画海报等言行禁止 则不但可以板救青年男女 避议社会风化的端正纯净 也是主管责者的莫大功德 夫妻间的归房之乐 虽然不是邪隐 但是乐不可太过 欲不可太重 否则将来将慧老先衰 仔细担保 事也荒废 色是少年第一观 此观通不过 得结丧失 则有再高的才华 再好的学问 都没有半点作用 古人主张 三十岁后再行取妻 是因三十岁后 筋骨已尖 血气烧定 比较不易沉溺银色 果能坚守自己的精气神 不利耗损 并且把心力琴 用于职业上 在男女交往接触上 能笔结相待 以防为杜鉴 此外 不结交贪好银色的朋友 如此 择修申其家 利得利业 便可放有成了 想借出 邪淫的行为 一定要从 借出邪淫的念头着手 而要减少 乃至完全西密一念 必须做到 不接近邪淫的朋友 不进入邪淫的地方 不看邪淫的书刊杂志 电影海报 不听邪淫的谈话 如能严守这四步于平日中 自然久而久之 一念见息 便能成功地 借出邪淫了 姚迪若说 一个人能借邪淫 只是成就了 自己一身的事业 和不解力力人 几达达人 也能劝化别人借淫 一劝十 十劝百 百劝千万 甚至能劝化无穷厚实 使大家都能同正上 如同传灯火一般 一灯燃亮 千灯也都因此燃亮 无数的灯 也照耀这无量的光 灯光从我的手中传出去 也点亮了其他的灯光 千万不可让自己手中的灯昔灭 那么 人人都能记些淫 人人都有光明的前途事业 世世代代的人都能记些淫 世世代代的人也都能同享光明 有大志气的人 有大作为的人 应有这种远大的胸襟 成就这种吉利利人 光照后世的善愿善行啊 连池大师说 众生被杀害的时候 哀嚎惨叫 那种凄惨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人在沉溺预测的时候 却只看到当时的快乐 因此 一般人无法察觉淫暴的凄惨 往往到了事后受报应时 才后会莫及 这就譬如 在众人都看得到的情况下 把毒药放在很难吃的食物中 这是杀生的凄惨 而在众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毒药暗中放进很好吃的食物中 以致大家都喜欢去吃 极致吃后中了毒 才觉悟到 拆有毒药的美食 原来是相当可怕的 这是邪淫的凄惨 因此 这种批语的道理 很值得人们深思啊 古时有说 劝君莫借风流债 借得快来还得快 家中自有待还人 你要赖时他不赖 凡是好色的人 有心借淫的人 要常记住这首诗 作为警惕自己 借除邪淫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食也 一个人 倘若不能爱惜自己的身体 贪淫纵语 以致形体枯弱 百病丛生 甚至染上了邪淫病毒 导致父母惊慌忧虑 家世的清白 也蒙受玷污 这是最不孝的 古奉劝为人字女者 凡是过去有犯邪淫者 应俗速建淫 用志诚心 坚定心 改过向善 借除邪淫 以尽孝道 B中告说 当今世界之所以 越晴黑暗污浊 青年男女之所以 越多败结丧身 原因就出在市面上 到处都充斥这些音的 书刊杂志 电影海报图画 传播这些音的流毒 少年子女看了之后 目醉心迷 神魂颠倒 把持不住的人 一旦失足 小则失学失业 浩若身心 大则倾家丧命 绝死断踪 所以 邪淫的书刊图画电影 实在是残忍的杀人力气 但愿青年子弟 遇见了邪淫的书刊图画电影时 要尽快将它撕毁 我今也恳求出版界的书商及作者 谁无子弟 谁无妻女 请求你们不要再出版 诱惑青年子女的谐音书画杂志 及小说 同时也再次恳求电影界的编剧导演 恳求美术界的画家 请求你们能基因德 不要再编制色情电影 不要再画色情图画或海报 不要为了迎头小力 却强害了无数的青年子弟 陷于黑暗死亡之地 在此 我也致诚地恳求各级学校的校长老师们 以及每个家庭的家长们 请求你们平时务必要教导学生子女 徐寻劝话 让学生子女们都能明白 借除邪淫 守节守得的重要 我最后在此 恭敬地恳求位居险要的官员们 长者们 请求你们开会商议 决议出一些 劝导青年男女 借除邪淫 守节重得的决策和方法 让整个社会风俗 得以端正进化 道德 得以重整发扬 果能如此 则天下同胞子女 都蒙受恩责 我诚心地在此 焚香百寇祈祷 为人父母 对于子女的管教 时常疏漏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 对子女通常没有教会色欲 足以伤身的大事 多一认为 子女在未婚前 知识未开 不可名言 到了娶妻后 又认为儿子已经成年 家以爱于媳妇的面子 又不便多言 殊不知 子弟年轻 阅历不深 不明白 胎以伤身 好色必死的是 又不能详读戒淫的善书 如果又听了朋友的荒唐语言 而导致过分的放纵色欲 终致于伤身毕命 这类情形相当多 为人父母者 对于子女的色欲伤身大事 无论如何 必须加以教导劝勉 必使戒淫守德 才不会徒留终身的痛悔 黄书云说 所谓邪淫 对夫妻以外的任何人 以行为侵犯 甚至执起了淫心 便是邪淫 又对自己的妻子 在不适当的时候 地点 日期 状况而犯淫 或身体的交合 有失正理 或当日属神圣的淡旗 以上各项都属于邪淫 至于娼妓 是因素氏的恶业 才堕落为寂寞 如果不给予怜敏 反而任欲去淫污他们 则不但随因得 也将招来栽宝 倘若坚以幼童处女 污乱寡妇尼僧 则更是人神共愤 天律不荣的最大恶极行为 以上这些邪淫 都是必须谨慎借句 战战兢兢 千万不可触犯的行为 至于交淫男子 或交集禽兽 都是绝对不可 太上感应片中提到 见到别人色美 就动了想占为己有的心 动了这种心念 就已有罪过 如果进一步付诸行为 或习以为常 则罪孽更加深重 古人在面对别人献上美女时 都有拒绝接纳 以保清德的 我怎么可以千方百计 想要图谋美色呢 古时做主人的 也有捐钱 让婢女出嫁的善行 我怎么可以 反而依靠自己的权势 来兼淫婢女下人呢 古人有出钱替人赎身 让人转作良家妇女的德性 我怎么可以趁人至尾 推人入火坑呢 古人遇见有夫妇疾难 捐机让人夫妇解淡 而重新团聚的 我怎么可以 反而离间别人夫妇间的感情 企图夺战呢 古人有出财 帮助别人的嫁娶 我怎么可以阴险地破坏 别人嫁娶呢 我如果做了以上的 淫行恶事 则全家受辱 终身悔恨 性命有危 不但生时愧疚内心 无颜面对受害人的丈夫 或父母儿女 就是死后 也必将在地狱恶鬼畜生 等恶道中 报应还债 甚至受害人怨恨难消 生生世世 都想尽办法报仇 我这样不但接了 生生世世的冤家仇恨 而且子子孙孙 都将受到连累 无法安宁 啊 短暂的欢乐 竟会带来无穷罪雷 我怎么可以去接风流涅债呢 是绝对不可以的呀 所以 必须要忍得过 要使得破 看到人家的妻女或男子 都必须当作自己家属一般 去敬爱尊重 把年老的是如自己的母亲 年壮的是如自己的姐姐 年少的是如自己的妹妹 年幼的是如自己的女儿 这样 仪心自然就不会生起了 《华严经》中说 菩萨常能知足于自己的妻子 在归房上 也能适度节育 对别人的妻女 更加不敢乱来 不生非分之心 苏鲍录中说 我不淫人父 人不淫我妻 我若淫人妻 自己的妻女 也会有遭人奸淫的报应 《音思明律》中也说 奸淫别人的女儿 将遭断子绝孙的报应 奸淫别人妻子的 将遭子孙也受淫害的报应 自古至今 因为邪淫而受报应的势力 相当之多 可以不怕吗 要知道 色相就如同里面装满粪便的画瓶 也如同里面 藏有杀人尖刀的锦带 在贤居暗示中 不可生任何邪念妄想 就算是面临邪缘艳遇 也要守住得节 不可丧失良心 要常常想着 不可以做有亏自己良心的事 何况在虚空中 有许多鬼神看着我 头上三尺也有神明随时记录着我 家中有造神 身上有三师神等随时监视着我 我万万不可犯了邪淫的罪过 如果从前曾经误犯邪淫 也要尽快悬崖勒马 苦海回头 下定大决心 改国向善 以免一师族 将堕入地狱受苦 成千古之恨 要时常守读戒淫的文章 努力做到守得戒淫 绝不可经营色情的败德行业 绝不可嫖淫娼妓 绝不可强暴或诱监别人的妻子女儿 绝不可同性交淫 绝不可做长幼乱伦的行为 绝不可淫乌尼僧 绝不可看邪淫的书画电影小说 绝不可进入色情场所 绝不可谈论淫事 绝不可引诱良家子弟邪淫 绝不可教人或赞成人犯淫 《冷眼睛》中也提示 一个人眼睛去看美色 和实际行淫相同 都是称浴火 菩萨监狱立刻避开 就好像避开可怕的火坑一样 一个人如果不断除淫欲 而去修西禅定 将如同煮了千百节 也仍然只是热杀 不能变成半 再者 因为万恶之手 一个人若是起了淫念 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对不起上天 所以就犯了大不忠 动了淫念 也耗损了自己血气和性命 所以就犯了大不孝 因此 君子不敢放松欲念 让自心能端正清静 让心念能淡薄仰德 《华严经》中说 邪淫的罪果 不但会令众生 堕入地狱恶鬼畜生 三恶道中受罪 而且投胎再是做人 得两种报应 一 妻子不真良 二 在家庭眷属中 世事不能随心如意 世间的人啊 一定不能犯邪业啊 千万不可 自招悲惨的报应啊 第三节 戒之再色赋 前言 戒之再色赋 世庭阅中 一名读书名是商子拜 有一夜梦见 文昌帝君告诉他说 你有血赋的才华 何不做一篇戒色赋 替我唤醒世人 商子拜 梦醒后 便提笔写父 下笔时 好像有神相助 字字句句 顺畅达意 令人见了 触目惊心 但愿天下文人才是 能仔细阅读 并且体悟色向本空之理 慎防吟报可怕之事 从此 借色守得 由于 复文是 字句对称而成 如果翻译成白话文 就无法保有 复的面貌及 复的对称畅达 因此 本篇复文 译者 未作翻译 即以原文 共臣于后 借之在色赋 荡荡晴天 昏昏欲见 智慧都迷 痴带难迈 意念夫夫妇妇 正家道 已无乖 树姬子子孙孙 速归门而误患 如何钻学 绝无凡假蝶之美 静止于墙 尝不了鸳鸯之债 万恶以银为首 增榜森罗 百扬西降于身 非图妖债 薛他贵疾 生前则穷相空碑 窄耳焦条 死后知荒淫熟败 各个中庸记的 久经望远色之经 人人论语读完 三戒妹少时之戒 血气多元未定 至于那的不疑 和野者才先可耳 强忽哉 利莫能知 行于寡妻 破解而故负暗器 苟妻处子 含羞而心腹群疑 以拥郁为一间 忧而忽聚 以乳娘为可犯 鼓起堪依 美碧条来 尸吼之威较偏瘦 顽童笔疾 龙阳之丑更难知 带肉骷髅 偏洗霞癫狂之计 低眉菩萨 一路无清净之泥 传约 男有事 女有家 无相独也 彼云内外乱 其受刑 则毕灭之 则有舌上灿花 豪端错彩 诱人颠缀于邪山 法尔沉沦于苦海 自诩文人才子 风流知趣化频繁 遂令月女旷夫 月下之家祭早代 好谈中共 一言伤天地之和 望住吟书 万劫手泥离之罪 演出横尘之剧 声音笑貌 谁则福思 苗来密系之土 坦息裸成 焉能不美 憨歌宴曲 回已荡 而破已消 伪造先方 阳可补 而阴可彩 世皆导入三途 能不虐天百倍 放正声 而有训 词语应文 思鲁诵已无邪 其言犹在 何物念吟 转而好得 无私乃宝 无为 有物本来有责 想到悬崖撒手 欲火难红 即从彼岸回头 狂澜勿黑 过而能改 福尚可以自求 善更能迁 或定消于不测 绿衣隐去 红穴室之上 寿环灯 黄指标来 向秀采之高魁玄德 出乎而 反乎而 报应分明 不可患 有可为 挽回请客 最不加忏悔之人 梦 一入清凉之国 非离乌洞 亲影中 浩浩齐天 反身而成 轮迹中 闲闲异色 乐而欺奴 避其嫁娶 腰桃各勇于归 少爱烟绒外幕 软围梦唱 提头 而人面模糊 奉管此心 拔舌而鬼形恐怖 戒得心中如铁 法网俱离 色园头上从刀 杀鸡已入 生贪有限之欢 莫受无穷之苦 能忍坚忍狠忍 便知神亲 誓吟一吟语吟 都防天怒 奔还要聚 风清月白之吟 烈更虚扬 鹿霞雪江之巨 自己归房之乐 亦莫长担 他人床帝之言 胡堪倾诉 青楼薄姓 修教纵于三年 白碧无暇 志在闲情一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